事实不惑 看淡了人世沧桑 怀旧的情节油然而生 一个亲切的回眸 一句温暖的话语 一生老同学还好吗 让美好的思绪历历在目 多少往事让人回首 时光静好 淡淡流年 岁月的蹉跎 改变了我们彼此年少的面容 多了些许中年的沉稳 家庭的责任 夫妻之间的理解 父母之间的沟通 脏脏熟悉的面孔 却抹不去往日同学之间依旧的笑颜 和对年轻时光抹不去的追忆 但是同学聚会在毕业初会比较频繁 待到过了那个时间段 同学聚会不是次硕手 就是人硕手 那你不去参加同学聚会 是以下哪种原因呢 一 同学各自有各自的家庭以及事业 即使节假日也会将大部分时间 分配给欺丫老小 金简社交以及应酬 或者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逢年过节连家都不能回 和谈同学聚会 二 同学之间所谓的酗旧就是老生常谈 没有新意翻来覆去的话题 让你深感乏味 甚至将往事重提会揭开早已愈合多时的伤疤 陈逢的绯闻会被津津乐道 并且席间充斥着个别同学的吹嘘以及炫耀 不是攀就是笔 即使没有真材实料也会故弄玄虚 让你分不清真真假假 看不到是是非非 你要强颜欢笑 否则会被人认为不近人情 三 一性同学关系跟一性朋友友谊 都会被别人质疑 虽然男人和女人自认为没什么 但是人言可畏 何况男人和女人有感情基础 好比如双方曾经暗恋或爱慕过彼此 如若男人和女人都是单身 本无可厚非 反之男人和女人不是背弃恋爱 就是背叛婚姻 同学聚会在充当了导火索的角色 既为出轨以及偷情牵线 也为出轨以及偷情搭桥 四 曾经纯粹的同学情荡然无存 取代而知是势力以及功力 众人对待事业有存的同学取义逢迎 对待事业无存的同学冷嘲热讽 形成鲜明的对比和落差 并且事业有存的人跟一事无存的人没有共同语言 事业有存的同学跟事业无存的同学玩笑话 会被当作挖苦 事业无存的同学跟事业有存的同学玩笑话 会被当作宣处 五 同学之间日常工作和生活都不会互相联系以及沟通 带到有人组织同学聚会 如若不事先声明 随请客 会鸭雀无声 带到事先声明随请客 众人会踊跃报名参加 席间是你好 我好 大家好 通常会自嘲 不是自己过得差 就是自己过得烂 深怕同学动请他帮忙或求他办事的心思 虽然同学之间不是酒肉朋友 但是相对酒肉朋友有过之而物不及 留在我们心中更多的则是对青春年华的追忆 是对已是岁月的感慨 经历了世俗的洗礼 岁月荏苒 总想把一种极致的温情爱意 一种久久不变的同学情深 暖暖的 律动与繁杂城市的回眸里 轻易在世纪轮回的转角 细想往日朝朝暮暮 一往昔 同学年少风华正茂 抽搐满怀 激情洋溢 时光流逝 岁月如歌 转眼间我们已经离开校园 二十余载春秋 回顾那些青春燃烧的岁月 那么的亲切 那么的难忘 青春年少的我们 有情度初开的懵懂 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有天真幼稚的冲动 有单纯无知的鲁莽 有商人 二十佛 五十指